本周将迎来原有市场三大报告 英国议会就首相特雷沙梅德托协议将进行投票 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将召开3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11日星期一 除上述新闻之外 日本央行将发布利率决议 同时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言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数据方面 本周虽相对清淡 但周二英国的GDP数据工业产出数据 以及贸易账数据还是需要重点关注 本周三美国的耐用品订单数据 以及PPI数据也需要重点留意 除此之外 贸易相关消息依然需要继续关注 市场热点方面 周一需要关注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外部委员哈斯克尔发表的讲话 美国1月零售销售月率 德国1月末计条贸易账数据 本周二关注英国1月GDP月率 美国2月末计条CPI年率 本周三关注美国2月PPI年率 美国1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出值 本周四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召开的 3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本周五关注欧元区2月末计条CPI年率中值 日本银行公布的利率决议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要闻 加拿大就业市场创下1981年以来的最佳开局 美国2018年石油产出增速创历史性最快 互值3000点后 争议愈浓 A股呈现五大新变化 伊朗总统表示若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伊朗将考虑对话 股市方面美国股市主要股指上周五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 创下2018年底股市暴跌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因疲弱的美国就业报告加重对全球经济的担忧 商品方面金价上周五涨于1%至一周高位 一度突破每盎司1300美元的关键关口 因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打压美元和风险情绪 同时也令全球经济前景愈发暗淡 油价上周五下跌约1% 因美国就业增长令人失望 引发对全球经济放缓和石油需求疲弱的担忧 布伦特原油供应激增也令市场不安 美国二月就业报告拖累美国股市和油价走跌 接下来来看一下外汇方面 上周五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下跌 因数据显示 二月美国非农就业增幅远低于预期 而欧元对美元从上周四欧洲央行转持隔排地场 而触及的20个月低点反弹 美元逆转部分上周四路德的大幅涨幅 当日美元创下近7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 因欧洲央行和其他主要国家央行暗示 可能会出台更多的刺激举措 要么购买资产 要么降息 辅助放缓的经济 最后来看一下国际财讯 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表示 中美石油需求强劲 4月无需调整政策 美联中主席表示 近期将公布结束缩表细节 白空通讯联络办主任辞职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 标准普尔显示 欧洲央行政策决定 对银行评级来说是净负面 BBH表示 就业报告的细节大致上利好美元 本节目由杜格斯北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